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早在维波尔 在马尔九星中第一次出现时 维天可能就已经将军后 会抓到他的那个海军告诉了我们 他就是曾一边剪着支架 一边将白胡在世 运用和白胡子年轻时怪力一样的信息 最早在马尔九星中告诉我们的海军大将黄元 维波尔虽然战力可惜 甚至实力远超常规的中将 但如果遇到了认真打击上班的大将黄元 他和米斯巴金不怕也就难逃被抓捕的命运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关心的女帝同学 其实在三分三十九千海东专题 我们就已经充分讨论了一番 即便海军少将科比目前进步惊人 但也无法够格拿下女帝 甚至是岩鼠和斯巴格为代表的常规海军中将 也完全都不会是其无海女帝的对手 然而也正如三五十七七海东专题 我们走过这讨论的 可能前去抓捕女帝的海军大将 却偏偏就是不能看见女帝美貌的海军大将同虎 女帝虽强 但如果遇到大将同虎这样变态的对手 他可也怕会是凶斗其少 说到最后我们就来到 海军如果抓捕最后一位 完全是死亡实力的最强七五海 同时也是最强剑豪的 孤单海贼鹰眼的问题 以上文我们所提到的 大将黄元 坑琴抓捕白虎算是 大将同虎坑前去 抓捕女帝的情况来说 留给鹰眼的海军大将 自然也就直胜 到目前为止还会露出全部样貌的 最神秘的海军大将绿牛 而如果这个可能会发生 那鹰眼和绿牛的大战 自然也就会是海军 和七五海大战的真正高潮 但问题就在于 绿牛加SSJ科学班 这样的超强战技组合 是否就随意打败和抓住鹰眼的呢 其实在347海军专题 我们就已经将 最可能的答案 明确的说了出来 那就是除非海军 出动一个以上的海军大将 那想要抓住鹰眼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这点来说 绿牛和鹰眼的这场 可能发生了 海军和七五海的高潮大战 可能也就只是能让鹰眼 被迫离开了 克兰伊卡那岛而已 但要真的抓他鹰眼 也就实在是有点为难绿牛 而对于海军来说 他们可能也已经做好了 抓不住鹰眼的准备 而且毕竟鹰眼也不是 像白败在尔士那样的 会伤害无辜贫民的七五海 因此鹰眼可能也就会是 在这次七五海围剿行动中 无愿让海军即便出动大将 也无法抓到的那个七五海 好处回来 以他就是 索隆的终极目标来说 我们可能也无法接受 甚至也不敢想象 最像那种鹰眼 在穿上球服后的样子 而算一本期 我们的护士方向来说 八戒大神被抓后 第二次穿上 推进城球服的样貌 以及白败在尔士 包括米斯巴金 在可能被抓后 穿上球服的造型 都无法让人提起 期待的性质 但当海中世界的第一美女 七五海女帝被抓 穿上推进城的球服时 那该会是 怎样的一番风景呢 事不相瞒 在下非常期待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昂云 海中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